白镜纪录片《陌生人》第二集 绝路与肤浅的灵魂拷问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柴镜的纪录片《陌生人》对话圣战分子的第二集 绝路播出了 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这个人在认知上的高度简单和肤浅 很多事情 哪怕是恐怖袭击的单一事物 都是非常复杂的 不是在经过某种框架式定义之后 就可以放飞自我的 这种行为叫不负责任 回顾第一集 以谁之名 柴镜巧妙的运用了西方自由派宣传的一贯手法 通过自身经历进行的情感上的共鸣 然后让观众上套之后 马上进行他预设的道德输出 用先入为主的方式 带动观众进入他的世界 那他的世界什么样呢 我们看到2017年柴镜 谢甲归田之后 远走高飞 定居西班牙巴塞罗那 同年发生了恐怖袭击 他是经历者 一名与他女儿同岁的孩子遇难 他的父亲无法得到答案 那这里呢 就是情感带入产生共鸣的点 这件事之后让柴镜重披战袍 与恐怖分子对话 说要曝光他们 曝光他们之后 他们的世界便轰然倒塌 这种行为我们之前上一期说 非常非常的浮潜 非常非常的简单 他的定义 恐怖分子就是伊斯兰主义极端派 这个东西呢 这个定义呢 给不明事理的 没经过专业政治经济学训练的 普通人的感觉 就是等同于伊斯兰教 引发潜在的民族冲突 影响中国的中东战略 当然了 他可能没想这么多 这就是他的下一集了 所以呢 我们到了第二集 绝路 我称之为肤浅的灵魂拷问 其实这么说呀 柴靖的故事呢 讲得不错 不管他对错 或者是否合理 他是非常会讲故事的一个人 绝路啊 就等于说他重批战袍 向伊斯兰主义极端派宣战了 这个目的是这样的 他要了解巴塞罗那恐怖袭击的 极端主义者 李波尔小组的来龙去脉 按照他的说法 李波尔小组成立于 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之后的一个月 并试图模仿啊 试图模仿 柴靖呢 对查理周刊的论述 也是这个纪录片第二集的 开场白 而且我认为 他这个论述 问题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他是这么说的 查理周刊恐怖袭击 等同于记者是为了手中的笔而死 因为作品可能亵渎了先知 穆罕默德 长期受到威胁 2015年1月12日遭到恐怖袭击 最后的九名记者遇难 然后他还说 还有一名维修工人和两名警察 其中的一名警察呢 是穆斯林 这个东西 这个表达手法呢 就在细节上了 很有意思 他想表达什么 我们不禁要问 两名警察不幸遇难 其中一个是穆斯林 他想表达什么 他这个东西是这个 巴黎的警察 跟任何地方的警察都应该一样 遇到险情 遇到恐怖袭击 要挺身而出 勇于牺牲的那种 这是他们的专业职能 也是他们的专业训练 这是他的警察身份 跟他的信仰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当柴净说到了 两名遇难的警察当中 有一名是穆斯林 他想表达什么呢 是不是他想表达恐怖分子 不在意你的信仰 无差别攻击呢 还是说 他的纪录片不反对穆斯林 你看查理周刊的袭击中 有一名遇难者是穆斯林 那这个手法就很像什么呢 很像一些美国的种族主义者 说我不是种族主义者 我有黑人朋友 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所以我们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 我们要注重细节 因为魔鬼就在细节中 细节很重要 然后呢 他这么说了 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之后呢 引发巴黎150万上街抗议 说呢 这是对文明的亵渎不可理喻 同时呢 他因为这个 也踏上了专访施暴者的征程 这是查理周刊恐怖袭击的真相呢 从某种角度上说 这是一个站在西方帝国主义者 西方殖民主义者 西方中心论者 用言论自由和传播文明包装之后的真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这里边呢 我就给大家解读一下 查理周刊他到底是什么 查理周刊是个什么玩意儿 他这个是巴黎著名的政治讽刺漫画 他的政治立场是左翼啊 他政治立场是左翼 很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啊 反种族主义 反宗教 无神论 世俗主义 他是有左翼报刊 他主要的敌人是法国的国家党 马利勒庞 马利勒庞这帮人 就说查理周刊的这些政治立场呢 大部分我是支持的 但是他在恐袭之前 恐怖袭击之前 创作了大量有关先知 莫哈莫德的讽刺漫画 引发了穆斯林世界的抗议 法国怎么说这个事 法国说这个事是言论自由 冒犯自由 我这个文化就是叫冒犯文化 你要接纳 你要包容 但是伊斯兰世界怎么认为 你这是包装后的种族主义 文化霸权主义 虽然你声称反对种族主义 反对霸权主义 但是你并不能与你文化之外的文化的人类共情 这个是关键 虽然这个事很小 它涉及了很多问题 先知莫哈莫德的漫画能不能批判 能不能就是说画一张 画一张先知莫哈莫德 同一个反对宗教的角度是可以的 但是它仅仅是宗教吗 这个东西它涉及了什么 首先它涉及了东西从法国的角度历史问题 这个历史问题就是殖民主义 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战争 阿尔及利亚死了一百万人啊 难道这不是恐怖主义吗 布吉纳法索的桑卡拉 为了自己的民族独立 直接了当的法国通过政变直接搞下去了 物理的搞下去了 这不是恐怖主义吗 这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啊 卡扎菲 卡扎菲苦苦的哀求西方 不要把我弄下去 不要把我弄下去 弄下去之后你们会后悔的 难民挡不住了 但是西方怎么着 这里的人失去了一切 但是他们自由了 难道这不是恐怖袭击吗 把自己的文化 把自己的思想 把自己的政治强加给别人 不强加给别人就制裁 就攻击 就武力 就出兵 难道这不是恐怖袭击吗 这是历史问题啊 这个里面还有文化问题 这叫文化霸权主义啊 你可以有你的言论自由 冒犯文化 但是你为什么不尊重我呀 我的立场怎么不行了 你为什么不尊重我呀 是不是因为你的文化高于我的文化啊 你的文明比我的文明更好啊 你的文明可以凌驾于我的文明之上啊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第三个 地缘政治与民族冲突 所以这个事非常的复杂 能不能画一张先知的漫画 可以画能不能去批判一下伊斯兰教 可以批判 能不能反宗教 可以反宗教 这就是西方人认知的问题 这就是西方人认知的问题 我在这边我可以反宗教 但是我可以反殖民主义 我在另外一方面反殖民主义啊 就像等于说美国跟中国似的 咱们可以对抗 在这块可以对抗 在这块咱们要合作 咱们要合作 咱们是朋友 在这块咱们是敌人 在这块咱们是敌人 咱们阵风相对打 打完了以后 咱们这块合作 这叫compartmentalization 这是西方人的想法 难道他符合其他民族的想法吗 其他民族应不应该被尊重啊 他们的思想应不应该被尊重啊 还是为什么西方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啊 当西方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 叫什么叫文化霸权主义 叫种族主义 叫殖民主义 明白吗 所以当画一张先知的漫画的时候 他不光是对宗教的反对 同时他反对了什么 文化形态和民族形态吗 反先知的漫画形式 最后成了反宗教反文化反民族 针对的是整个伊斯兰世界 和他们那些痛苦的经历啊 那有人说伊斯兰世界是不是太玻璃心了 这个东西不是的 问题是为什么欧洲的世俗主义 无法与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共情呢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们需要包容西方 为什么西方不能包容我们呢 这也是关键啊 为什么西方不去包容我们 而我们去包容西方 我们要理解西方呢 凭什么呀 谁给你这个权利了 画了几 有人说画了几个漫画 怎么了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是什么 当先知被亵渎的时候等于文化被亵渎勾引起了他们那个痛苦的记忆 这个痛苦的记忆里面有历史问题有民族问题有殖民主义问题 这个才是关键啊 言外之意是什么 是不是欧洲法国文明高于伊斯兰文明高于阿拉伯文明啊 是不是这么这么回事啊 然后这件事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当伊斯兰世界穆斯林世界跟法国出现这个矛盾的时候 有人乘虚而入了 什么样的人恐怖分子 这些人必须谴责 这些人的行为必须反对 这些人的行为必须铲除 恐怖袭击是怎么回事 伊斯兰圣战主义极端派利用了这种矛盾 然后做了他们的恐怖袭击这件事 这些人是不是人 他们不是人 这些人的行为应该被谴责 他绑架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似乎文明冲突对他们 他们很想往 他们很想往民族之间打起来 然后他们冲冲搞他们自己的活动 这些人根本不是人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人的行为必须被完全的串除 但是我们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 是不是应该承认 法国通过殖民主义犯下那些滔天的罪行呢 他在西非的掠夺 今天还掠夺的尼日尔呢 阿尔及利亚独地战争 一百万人死去 苏伊士运河直接干涉埃及啊 1956年啊 桑卡拉这个事儿 利比亚这个事儿 九名记者遇难了 我们哀悼他们 我们去思念他们 我们去纪念他们 这个很重要 但是因为殖民战争 因为地缘战争 死去的那些平民 他们的生命不重要吗 法国在桑卡拉这块搞了所谓的政治上的恐怖主义 在阿尔及利亚搞了很多类似国家恐怖主义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该道歉吗 这些东西不该赔偿吗 我可以告诉你 法国现在没有钱赔偿 利比亚这边 你把卡扎非搞下去了 你把卡扎非搞下去了 发生了什么事儿 发生的事儿现在怎么着了 现在整个 现在整个的利比亚都乱了 然后呢 整个的欧洲后悔了 后悔了来得及吗 后悔的来不及啊 还不是因为你们想要的民主和人权实现了吗 没实现 变得更加的混乱了 利比亚更加的发生了战争了 后来我们看到了什么 后来我们看到了西方 无论是法国 无论是欧洲 无论是美国都在支持小卡扎非 卡扎非的儿子去竞选 希望他获胜 但是回天无力 这两派合不到一块去还在打 直到有一天 当他们谈判再次破裂的时候 这已经是2023年的三月了 当他们谈判再次破裂的时候 利比亚两边马上要打起来的时候 突然间消息来了 消息来了 在北京 沙特拉伯跟伊朗签字了 沙特拉伯跟伊朗签字了 他们和解了 沙特跟伊朗都能和解 那我们还打什么 我们不需要打了 我们去建设我们的国家 这就是区别 这个就是区别呀 你恐怖主义这个事 你法国也没少干啊 其他的形式 那其他的形式 在这个纪录片都不承认啊 就这么简单 是的 巴黎150万人上街 举着牌子 我是查理 我当年也举了 我是查理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看到在巴基斯坦 在土耳其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多个地区 他们举的是什么 I'm Muhammad I'm Muslim 我是穆罕默德 我是穆斯林呢 最后这个事 法国冷处理了 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冷处理了 当时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总理 召会 法国外交部 怎么说的 这件事 你们给我好好的处理 别出幺额子 一旦出幺额子 巴基斯坦跟你断交 你干不干 当时土耳其的埃尔多安 埃苏丹 告诉法国总理 奥朗德 告诉他法国总统 奥朗德 跟他这么说的 这个事 我看你怎么处理 你处理好了 咱啥事没有 你处理的不好 你走着瞧 法国怎么着了 最后冷处理了 为什么 有些东西要明白 历史上的那些事 法国已经没有能力赔偿了 他也知道背后的复杂 所以这个事 必须冷处理 否则法国是非常不利的 那柴静很显然 这就是他不知道啊 或者他不想让他自己的观众知道啊 甚至去思考啊 所以这个片子里充满了这种片面 简单浮浅的方式继续下去 知道吗 专访了四个恐怖分子 问了好多先入为主 先射箭再画把的问题 似乎问题都在宗教 如何解决宗教极端主义问题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 任何一个恐怖袭击都是 都是复杂的 不是单一因素啊 而且呢 这个里边他也提到了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提的比较关键的 这关键在哪呢 社会对年轻人的冷漠啊 尤其是单身的青年男性啊 这个事其实是欧美 整个文明世界 或者整个世界都要面临的问题啊 比如说2019年 多伦多恐怖袭击 与宗教一点关系没有 2014年 Alavest的枪击案 都是与青年单身男性有关啊 其实无论极端伊斯兰主义 还是青年单身男性冷漠与孤独 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现象啊 但是柴净呢 很显然往宗教那边去套 往宗教那边去引导 我个人认为 他简单了 这个事可以讨论 这个事讨论应该展开 应该把它从复杂的角度来讨论 这不是一个六级纪录片能能给说明白的问题 不是说不是说用先入为主的方式 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去专访几个所谓的恐怖分子的引导人就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很复杂呀 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很复杂呀 他当中纪录片里说 有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 曾经搞了一大堆恐怖主义的实践 但是呢 这个里边背后是什么 阿尔及利亚跟法国这种民族之间的仇恨 这个仇恨是埋得非常深的 2020年还是2021年我忘了 马克龙到阿尔及利亚访问 遭到的是什么 遭到的是臭鸡蛋呢 为什么阿尔及利亚的政府购物实的了 购物实的了 然后热情的招待了法国 热情的招待了法国 阿尔及利亚的民众根本就不认账了 为什么不认账 民族的仇恨 那是扒了皮的恨之入骨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 很多肤浅在表面上的东西 它底下是非常复杂 非常深刻的 非常刻骨铭心的 这些东西 我希望一个有良心的记者 可以把它拿出来 把它讲述清楚 明白吗 所以我们看到了 它这个纪录片 恐怖主义是什么 伊斯兰圣战极端派 世俗与宗教对立 西方文明高于一切 同时西方的那些罪恶 那些殖民主义历史 不去思考 我这块有最后一个场景 我希望大家都要明白 这个场景是什么 2020年武汉封城不久 丹麦日德兰报漫画 说中国国旗上五个星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病毒 暗示中国病毒 病毒从中国来的 然后丹麦说什么 丹麦说这是言论自由 这是冒犯自由 跟查理周开一模一样 然后呢 中国这边人说什么 你这是打着言论自由的种族主义 中国网民是怎么处理的 制造了一些讽刺丹麦的漫画啊 你四小时就先落了 你还有资格说这个 以及丹麦的形象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彻底的坏了 以后会不会影响他的旅游 我们要看数据啊 但是有恐怖袭击吗 有人利用这个事 搞一次恐怖袭击吗 没有 为什么 这说明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更优秀 更多元 更包容 柴静女士 希望你本着记者的良心 把这个事说出来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